大家好 我是古蹟特派 蔡蔡 放轉新北有機可尋 歡迎大家來參加新北市政府文化舉辦的全國古蹟日親子活動 今天我們來到板橋福州流氏古厝 今天的親子活動有藝術工作坊 文史導覽 還有武生雅籍演奏 我是小盒子藝術教育的甜甜老師 這次我們就是幫孩子設計了一個茉莉花的取景框 這個取景框就是孩子可以透過這個形狀 先認識茉莉花的一個造型跟樣子 然後再把這個取景框帶到我們周邊的環境裡面 然後從這個去發現到底我們的環境裡面哪裡有這個茉莉花 那他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小造具去認識這個流氏古厝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那今天呢我們希望孩子來到這一個古厝呢 從他跟他最貼近的一個部分然後開始去認識 所以就從孩子們最喜歡的這個花的這個植物的部分先掃起 然後認識這個花哇原來是這個環境裡面跟這個古厝最重要的一個由來 那從植物裡面呢我們在認識這個古厝的房子 那我們有設計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古代的一個以前的地圖 然後讓孩子知道說為什麼他們要在福州這個島上面呢 去蓋這些古厝 那他們就可以住在這個地方 然後不用呢就是跟方橋城不用周車往返 那才知道說這一棟建築物古厝的一個由來 然後再帶到古厝整個建築物的特色 讓孩子從自己的身體的參與開始去認識這個古蹟 然後慢慢呢從美學的角度 包括磚紅色的這個色票去認識這個環境 然後發現這上面的顏色 對所以我們從美學的角度呢帶著孩子去認識古蹟 然後喜歡這個環境 大家好我是第一棟林的小蘭老師 那我們今天呢來到劉氏古厝這邊 然後在一個美麗的三合院面前呢 我們要帶領孩子做一個四季之庭的創作喔 因為在古厝的這個庭院裡面 充滿了四季不同的面貌不同的風味 那我們要一起帶領孩子做一個自己的庭院 對那首先呢因為庭院裡面啊最重要都會有一棵 很棒的大樹的陪伴 那大樹會給我們很安定的力量喔 所以我們首先會帶著孩子去成長出一棵屬於自己的大樹 那大樹來了之後呢 我們會開始整理我們的庭院 這個庭院呢會藉由我們的整理 帶來很多很多的生機喔 那所以呢在我們的庭院會慢慢的長出可愛的花朵 每一個花朵啊就像是一份希望的陪伴 那就像是劉氏古厝他們也是因為有花朵的陪伴 支持整個家族的生命喔 所以老師這邊會帶著孩子們 我們先開出我們的希望之花吧 好多美麗的小花園 就是現在生長在都市的小朋友已經很難得可以看到這種空磚 空磚瓦房或者是這種餐和院的 所以才特別帶小朋友來參加這樣子 這是我們第二次參加有關於小朋友來伴侶的 跟古蹟有關的一些美學的活動 那我覺得這活動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能夠帶孩子來親近我們實體生活當中 目前還可以看到的古蹟 那古蹟當中其實它承載著我們很多民族的文化 美學意識還有更重要的是歷史的一個傳承的脈絡 我覺得這是現在對現在的孩子來說 比較難有機會接觸的 那透過小花資的老師他們非常有經驗的帶領 然後帶領了孩子從觀察從接觸到行動 然後培養他們對這個文化跟這個土地的一個情感 我覺得是非常好人的 現在要帶大家參加古蹟導覽 跟著我一起來吧 福州站呢是我們今天導覽的第一站 福州站它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車站 很少有車站呢經過三次廢站三次復站 不過是在不同的地方 隨著福州人口漸漸增加 就在現在的橋中二階 因為在橋中二階呢 整個新式的建築 是670年代從中南部來的移民 慢慢在這裡落腳定居 所以人口增加 所以我們在民國100年通車的福州站 設的位置就變成是在38項跟橋中二階交會口這邊 所以福州站是一個台灣很少數 三次廢站三次又復站的一個車站 劉嘉古厝呢是很難得在福州保留下來的一個三合院 其實在福州的所有的古厝 共同一個特色就是 它都會先用河邊的石頭做個地基 周圍圍起來之後中間是墊土 大概高度會都在60甚至到80的高度 那上面呢再用紅磚來做一個建築的組構造 繪師轉看看 靈озм祭 這裡是文化創業園區 跟我走吧 台灣藝術大學文化創業園區 算是台藝大的第二個校區 全市只有兩種籽最難做 一種就是香菸的菸捲籽 一種就是我們的超卷籽 在民國63年 我們就開始生產自己的菸捲籽 72年就開始生產自己的超卷籽 在民國80年代呢 我們的職場就廢場 地方又開始閑置 90年代很開心 就是我們開始重視整個文化創業產業 所以呢 跟台藝大合作 然後希望營造板橋的一個文化桃花園 那也希望讓台藝大這麼小的校區 各個系所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他們做一個實驗的一個場域 我們剛剛啊從174巷轉到這個小巷 看到這個廟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廟喔 這個廟成立於1840年 是整個番載園呢最早的一個土地宮廟 那那時候從西盛搬到番載園的時候呢 他們希望保佑朱家的平安 所以特別呢從家鄉供奉來這個土地宮 這座廟呢它的香爐有160多年了 可是目前是被保管在里長的里長的家裡面 那我們希望呢大家可以透過這個土地宮廟 也認識我們番載園的歷史 我們今天就是有走這個古蹟的探訪 然後我覺得古蹟還不錯 然後就是還有被保留下來 然後裡面都還有居住一些人 今天古蹟日活動的最後一站 武生雅籍演出 我們現在先來訪問武生雅籍的老師吧 你好 你好 自己好 你好 可以請你介紹一下 就是你的樂團跟你的成員嗎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樂團叫武生雅籍 那武生是武生音樂的武生 雅籍是因為打擊 我用木香菇打擊 有帶一點文雅的感覺啦 刻意要這樣做 所以我們叫武生雅籍 東方傳統樂器 武生然後跟西方的一些樂器 做一些結合跟交流 所以我們帶來會有一些 帶一點鄉村民謠 帶一點傳統跟現代的感覺 有一種融合感 今天會演做曲目 就是客家歌謠為主 對那帶一點民謠 等一下我們會做一點小小的改編 跟穿插一些大家知道的歌曲 有一點小驚喜在裡面 對那歡迎大家來聽 那也會帶一點變奏 像說可能帶一點Jazz的感覺 對謝謝 今天大家參加這邊的活動 知道這邊是哪裡嗎 劉家古處 對不對 那經濟作物吧 這樣說好了 以前這邊的經濟作物是什麼 哪一種花 哪一種植物 茉莉花 對對對 接下來這首歌 我們就帶來茉莉花 那我們今天就帶來這個時段的最後一首歌 聽到前奏應該就知道這首歌啦 聽到前奏應該就知道這首歌啦 千二 Rabbi 歌謠 這首歌叫做 找妹吻恆 對不對 呵呵 那個 唸得很差 好 謝謝大家今天要來這邊 聽我們的表演 非常開心的認識各位 那今天的時間就到這邊囉 謝謝你們 謝謝 慶子活動就到這邊結束啦 新北谷今日 我們明年見 掰掰